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宿站 我们准备在这里乘坐京王线前往调步 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去一个看起来根本不会像游客去的地方 是因为这一点在东京FC的主场位置速体育场 就在那个只有一条丝铁才能通道的地方 我要不要充值啊 哦,你怕你回不来 那去吧,去吧 回的了,肯定回的了 不至于那么贵 这次我们来东京住在了田丁 我们去调步基本上就是要做小半圈山手线的新宿 再艰难的从新宿复杂的换乘通道里找到京王线 然后再从新宿做到飞田给 需要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才能到球场 而我第二天出发去横滨 路上只用了四个分钟 我们虽然上了这辆车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辆车能用到 所以先坐上再说吧 一路上也没碰上穿着球衣的球迷 不知道是因为进错了车厢位置还是上错了车 本来我们的方向是一直往西走 结果这辆车在调步停了一会儿之后 直接往南边的方向去了 没办法只能赶紧下车再往回坐 结果我们还是做错了 这是这个地方 在调步那里有个分叉口 有个分叉口 于是乎我们就做错了 我们还得转到那边去 找到了一个东京FC的元素 这走了这么长时间了 终于看到了一个 看到前面有一个穿东京FC球衣的人 然后我就知道我肯定这回肯定是对了 跟着他们走就是了 历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到站了 这是东京绿因吗 对 东京绿因主场也是这里 对啊 就一个主场两个队 就社区罗贝 对啊 但是他们这个站其实装饰的 我觉得跟迪斯尼一样 就是横幅一拉 然后就是涂装一座就好了 那东京FC这个球队口号 是让我有点没想到的 这里什么 这里是一个问信息亭 其实它这个站还挺好看的 就这样一座 现在这个人已经有点多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 我们在电车上并没有看到这么多人 所以这些人是哪来的 就是他们从西边过来的 啊真的吗 所以东京东京市区人 都是爱看棒球的是吗 这里连这个 栏杆都涂成了这个颜色 FC Tokyo Welcome to our home studio 到了 但是现在风好大 现在我们要去这家店看看 但是这里为什么还有油温吐司阿三纳 这家店看起来不太像球迷商店 更像是CAMO那种球鱼合集的感觉 不过他们整个一层说骂的都是东京FC的周边 想买点纪念品是足够了 走啊 走啊 这位国民球迷想买一件常有油渡的球衣 结果找了一圈发现货架上似乎并没有 后来看到号码表上其实是有货的 问了店员发现是现场银号 需要等到20分钟 幸亏坐坐车没耽误太久 不然有可能就赶不上开场了 一家球衣要一万四千 一万七千四百九 这辆现在球衣可变很贵 之前我买过神户球衣要两万日元 如果觉得太贵的话 其实还有这种球迷版的选择 只需要五千五万日元 哦天呐 好多人在入场排队啊 瑞士宿体育场原名是东京体育场 也是之前2020年冬江运会使用的场馆 最大能容大五万人 这组球长两千年才都是主用 所以看起来也更新一些 要进场了 我们所在的看台 在入口的另一侧 需要绕一大圈才能到达 有意思的是 在客场球迷看台后面的通道两头 有两位大哥会提醒每位路过的 穿着主队装饰的球迷 藏好衣服或者围巾 但像我这种挂的神户围巾 大佑大佑大佑的到处走 也没人管我 也不知道是怕变多人不怕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排队呢 这家很好吃吗 蜡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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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我们到了 我靠 我靠好长 我靠好长 我们到了 到了 我们下层吗 对我们下层 我们不是买了第四排的位置吗 要入场了 我们是B5列 哇 车椅子席 整个球场氛围跟之前去大阪的完全不是一个年代的产物 至少从现场订阅的功课来看 感觉两队的球迷受众 至少差着去二着去 这座体育场并不是专业足球场 也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看到 舍得用大片空置看台 来当作主场客场球迷隔离带的球场 其实是他们国外球场 有条件的话还是要做隔离区的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彰显 东京国际跨大都市的定位 赛前DJ进行开场介绍 居然用的是一点也不日式的英语 但吉祥物还是非常日本 DJ念到裁判的名字 他就完成一次90度的鞠躬 神户生理船这边有很多大家熟悉的名字 比如大会永野 九景高德 深厚营等都曾效率于德价 五层佳季曾沾转多家顶级联赛 不过因为他是东京FC这边培养出来的 但刘洋归来之后却选择转投神户 还帮助球队拿了这一点三冠军 所以念了他名字的时候 主场球迷也给予了他一些 比较亲切的文化 狗使力延です Number 11 吉祥物 剑 Defender No.3 Mansuropo Nishide Defender No.44 Henrije Drogifan Defender No.45 Kersheem Bangalagande Midfielder No.7 Midfielder No.5 Midfielder No.37 dram zossie Midfielder No.71 Midfielder No. enf Somoff Somoff Mag USB Midfie 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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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感觉其实是比大阪阳气多了 比的更接近现代 大阪的风格像八十年代左右的上升级 就不管从他们赛前的那个 那个手搭的那个视频包装上 而从现在自己对方的音乐上 都是明显感觉是这个年代的 开场风格比较明快的表演 让我有点刷新了对这连赛的偏见 但是后面画风的突然转换 还是让我有点猝不及防 Fans now it's your turn You'll never walk alone 啊 真的是这个可以啊 啊 救命 之前19年去神户看球的时候 买了波多尔斯基的围巾 这次来看神户的比赛 小小利用一下 现在天气能见度非常高 就是我们这个洞色看台 整个上半场都在揭露太阳的毒打 而且球场周围没有什么遮挡 是腰风震震 除了球场氛围和大阪不同 这边的啤酒娘也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相比于大阪的邻家小妹 这边的小姐姐明显更新潮一些 妆容也有点巧本还奈的感觉 但是不得不说 年轻人是真的抗动 人家妹妹一点都不冷 这个前穿带也穿了个绿色的衣服 一个一号站在中秋二 不知道里面是诺依尔 那前半期看了就大概就是这个做事了 像这种东西 球员自己能看见也是很刺激 回来了 回来了 没有转到 看看他 什么手势 点球 现在开场上几分钟了 九分钟 六分钟 马逊 如果不早就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不早就会让你优优独播 你优独播 你优独播 我优独播 你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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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优独播 有点长了 上半个比赛双高在真地站没有太大的声浪 只是会通过一些定位球造成一些危险 半场也已离不离收场 这中赛出来怎么还这么长的队啊 男性脱一脸最后尾 男的上了索还要排队呢 最后尾一下子在c那头了 哦我的天哪看到了 半场休息的时候去雄名商店转了一圈 买到了之前在门口商店售庆的常有又多的围巾 但等到我从人群中钻出来 发现下半场比赛早已开始了 跑进球场的时候看到了神户空门 本来以为没错过什么 结果坐定之后抬头看了一页比分排 怎么已经1比1了 不过好在没有错过全部 下半场旅赛就突然精彩了一些 这边红环了直接给发架了 就是一定要让大伙伴买这个球 所以现在还在VR确认是不是红环 结果就是红环 确认完成了 接触开半场比赛 只要比赛 100km关门拥还是红环 最后来打给她打额 dy双环 大优优独播 大优独播 这也看着男的表情 出带 真的很大 俄 指 我觉得 水 水 雨 我才发现后面是个小孩 是个小孩 但是他不居然认识波多尔斯基 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刚才说不是七分钟 我身边的小朋友都炸了 然后说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 好可爱 他们这个驾驶的广告还挺酷的 是卡西欧赞助的一个表 大破永远这个驼变也很严重 卡西欧不是飞机后舞 真的吗 是因为这样 导致总给我一种半之一的感觉 半之一也是飞机后舞 最后主队也创造出了一些机会 但是还是一直没能让面对的 猪小村民点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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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了进来了 怎么叫上来了 豪哥上来了 他抽上来的是不是有点早了 看人啊看人啊大哥 哦结束了 比赛最终一边的比分结束 两队都走到相约的看台 先倒下了什么一支线 我会有一些临时电车 其实一样呢 跟别的地方 跟国内赛事加力铁 那么没啥区缘嘛 他怎么会一样的那些呢 他怎么会一样的呢 因为 comme是 足球总有输赢 但观赛的乐趣就在于 在这个过程中的经历已见证 去陪伴 去期待 去享受 其实我本来还以为 他们会 有点看待可能还会 搞一些什么特别的 这其实还是那些东西 这其实还是 还是普通的做工就完事了 那本地视频到这里 就差不多结束了 感觉大家看到这里 也就会喜欢这些视频 欢迎给大家投资三连锅 然后下次有机会 大家训练更多的球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谁货是新疆观众 有什么感受吗 听不过 听不过 不是 就是 就是这货是那什么水平 我心里可听不懂 这货是哪货 长的多了 哦 身手大了嘛 你真的是 别有那么高的要求 不是 他有一年 他手干的比赛就没 东京就没赢过 哦 这样好吧